第一个,加入一个判断 那你就把这公司我习惯把它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一幅判断 判断什么呢?如果这个里面的资料等于什么? 等于空置串 所以等于空置串就是没有东西 就是两个双五号的话 那如果没有东西,那就是也是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就是把刚刚的东西贴过来 那这样是一个正向的逻辑 那书上面的逻辑,有些也是另外一种逻辑是 那第二种逻辑是把这个改成不等于 这叫不等于 不等于空置串,那就上下就颠倒就可以了 就是不等于没有东西那就有东西 那把这个颠倒过来 所以这两种方式啊,反正就是逻辑的判断 那如果它里面没东西就不输入任何东西 反之的话就把Value函数呢放进来按确定 OK,那我们往下填满看看 往下填满OK,那你会发现 这里没东西,所以这里也不会有东西 那隔壁的话呢也是一样 就把它复制一下公式 然后取消一下 复制之后你不要急着再去点那个单价 你就直接把它取消之后 再把它贴上去 贴上完之后记得按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把这个第几栏更改一下 因为这个Value函数呢,我们刚刚是取得第二栏的资料 那现在要取得第三栏 那一样的方式往下填满 填满到蓝色的这个区块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就是序号 我们如果说序号,我今天希望两码好了 比如这地方01,02,03 那如果要自动产生方法跟刚刚客户那个一样 所以请各位自行完成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小计 那小计的话,就是把这边所有的 小计应该是把 这个乘以这个 就是一个小计 那数量部分,我建议各位就是说 你就把它固定下来 尽量还是不要让使用者自己去key 能够不要让使用者key 尽量不要,因为为什么 因为一个系统 尽量就是不要